嗨,大家好,我是Cody妈妈 许多花友吐槽说 玫瑰不开花或者开花少 第一年种上,第二年就不回来了 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一下如何正确摘种玫瑰 要想玫瑰正常开花 摘种必须得当 肥水跟上就不会让你失望了 摘种玫瑰深度和它的坑的宽度 是非常重要的 这里是一个示意图供你的参考 坑的直径至少应该为30到35厘米 坑的深度取决于价节点的高度 或者盖过的定义为土丘表面 以土地表面间距为12到15厘米 这里我给大家标示的红色线 为建议回天土的高度 现在已经挖好了一个直径为35厘米的坑 深度有30厘米 混上了骨肥 均匀地搅拌一下 然后把一些回天土放回去 如果你的土地不好的话 需要加一些peak mousse 现在我需要把这个土球取出来 轻轻地挤压四周 尽量不要把这个土球弄散了 如果稍微散一点点也没有关系 尽量地保持一个整体 现在把它轻轻地放下去 然后把四周的土回天进去 再说一下 如果你的土质不好 这个回天土也应该加一些peak mousse 保持它的透气性 如果是这个土质还挺不错的 水油没有加 然后轻轻地拿手把四周压紧 一边压一边撒 一点点布面在中途 你看这就是它的那个假节点 所以至少要埋到那里 在寒冷地区建议埋的深度 要在假节点上5到8厘米 有利于寒冷的冬天 根部的保暖 用手把四周的土压实 让根部感觉有一种安全感 继续把回天土填回坑内 让这个回天土高于假节点 5到8厘米 现在基本上 所有的回天土都已经填好了 整理一下 浇上水 水从四周轻轻地慢慢地 让它渗下去 浇均匀 第一次一定要浇透透的 下面我给大家简单地示范一下 移栽玫瑰 这是一颗玫瑰 需要移栽 挖成一个大坑 同样撒上泵面 在底下 搅拌均匀 轻轻地把这个根茎放进去 你看得见这个根已经有了 但是它的土球是散的 没有土球 这个时候你就要轻轻地把回天土放进去 然后压实 大家介绍一个小tip 如果说经过几年以后你的玫瑰的根已经露出来了 那个假节点已经能看见了 你这个时候可以在上面给它撒一些混好骨肥的花园土 这样又可以上了肥 又可以把假节点给遮住了 玫瑰是洗肥花卉 要想玫瑰开花又大又亮 别忘了春秋两季分别 施上骨肥作为底肥 本视频下方有如何施底肥的链接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请点赞订阅 谢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